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 你于2020年初对乙公司增资3000万元 获得乙公司30%的股权 那么对乙公司增资 也就是注资了 注资3000万 使乙公司的所有权益就会增加3000万 然后乙公司就给你30%股权 是什么意思 由于乙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 甲公司可以获得控制权 为了分析增资方案的可行性 收集了有关资料如下 一个资料 乙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增资前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增长率是7% 2019年的净利润350万元 当前取得利润当年分配 股率支付率是90%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19年你的股率分配额呢 那就是350万乘90% 2019年末的净金资产呢 2140万元 净负债呢 1650万元 他说这个净金资产 指的是你这个当年利润分配之后的一个数据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不可以计算出19年年末的这个索者权益呢 那就用净金资产减去净负债 那不就是19年年末的这个索者权益吗 也就代表夏年年初了 对不对 接下来 第二个资料 增资之后 假公司呢 你通过改进乙公司的管理和经营战略 增加乙公司的收入和利润 预计呢 乙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8000万元 2021年的营业收入比20年增长12% 那你是不是可以算出21年的营业收入呢 22年进入稳定增长状态 增长率8% 那你可不可以计算出22年的营业收入呢 根据这些数据没问题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资料 增资之后呢 预计乙公司相关的财务比率保持稳定 营业成本占收入比是60% 销售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是20% 净金资产占营业收入比是70% 净负债占营业收入比是30% 那这些数给我们之后那啥意思啊 如果说这些比率保持稳定 也就意味着这些项目的金额是和收入 同比例增长了 既然我们告诉了收入增长率了 那就意味着这些项目的金额 也会按照相同的增长率增长 对不对 另外呢 你也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块告诉了营业成本占收入比 这块有销售和管理费用占收入比 那这俩合到一起就是80%了 想一想 另外那20%叫啥呀 那另外那20%不就相当于是一个 税前的金额利润占收入比吗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得清楚了 这样的话我们将来 后边算这些相关数据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了 然后债务的利息率是8% 所得税的税率是25%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资料 以公司股票的等风险 投资的必要报酬率是11% 增资之后呢是10.5% 这干嘛是的呢 说白了不就是指那个股权资本成本吗 那个折现率吗 是不是 这块稍微麻烦点是吧 我们这还给个10.5%呢是吧 第五个资料 假设呢 各年现金的净流量发生呢 都在年末发生 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 如果不增资 采用鼓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来估计以公司2020年初的股权价值 那20年初也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是19年年末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需要计算出来 20年的这个鼓励 是不是 20年鼓励应该是在19年的基础上怎么样 他说增长7%吗 19年的鼓励我们这有了 350万的净利润乘上90%的鼓励支付比例吗 然后乘上一加增长率 不就变成了20年的鼓励吗 就现在是第一除以R减G是意思吧 增资之前的时候呢 股东所要求报道是11% 那就R嘛 然后减去增长了G 7% 增长结果来 这就行了 这个鼓励限量折现模型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股票价值评估模型的运用 把未来的鼓励折现是吧 那这里面怎么样 这是个固定增长的股票吗 低7%的速度增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如果增资 采用股权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估计呢 已公司2020年初的股权价值 计算过程和结果呢 填到这个表格里面去 那我们说左边这一列怎么样 签写这个过程 项目的填写吧 先算啥后算啥是吧 我们这表格里面怎么样 表格里面你就去填结果就可以了 表格里面不用写算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看这应用收入 那根据我们给出的这个增长率 我们说收入这一方数没问题吧 我们说这个 21年22年 收入的增长率 给出来之后直接算就可以了 20年收入是我们直接给你的是不是 然后呢 他说净净一次占收入是把人70%的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块的这个净金赛 是不是可以出来呢 这个19年末的净金赛 是我们直接给的 然后呢净负债 他说占收入是30%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收入怎么样 乘上30%不就净负债吗 那么19年的这净负债 是我们其中直接给的 那接下来股东权益呢 股东权益不就是用你的净金赛 减去净负债吗 那么19年年末多少呢 19年末这块就是535吧 2140减去1650535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情况呢 他说在20年的年初 要增资3000万 他说拿到35%吗 那么增资3000万就意味着 你这个股东权益这块就会增加3000万吗 20年的年初 那在这里面怎么样 我就把它放到19年年末这块 增加3000万 所以说你股东权益这块多了吗 那这块呢 我们算是结果多少呢 3535是吧 那么20年 21年和22年 每年年末的这个股东权益 这个没问题吧 用他的净金赛减负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算股东权益增加 那股东权益增加的话 就是用年末减年出了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需要注意一下 在20年年末的时候 你这块的股东权益增加 那就意味着年末股东权益3200 减去 我们上一年年末是有个535吧 然后你还要减去 你在20年的年初还是增加3000万呢 把它还得减掉吧 这才能算出你这个 20年你能够增加的这个 股东权益数吗 增加股东权益数 那同样道理的话呢 21年22年这数都没问题了吧 你都可以算出来了是吧 那好了 你每年的这个股东权益 它的增加额有了 那将来呢 我们在计算这个股权现金流量的时候 怎么样 那计算股权现量的时候 那不就相当于是用净利润减去股东权益增加额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税前的净利润 这个税前的金流利润 还记得咋算了是吧 我们前面给出来了什么 营业成本占收入比 销售和管理费用占收入比 一个百分之六十 一个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 那另外还一个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说怎么样 难道就是税前金流利润占收入比了 因此呢 我们就用这个营业收入 乘以这块的税前金流利润收入比 那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每年的税前金流利润出来了呢 然后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你的税后的金流利润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接下来呢 要计算税后利息是不是 计算税后利息 那么这块的税后利息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净负债 然后乘以这个债务的税前利率 百分之八对不对 然后乘上一价百分之二数嘛 算出税后利息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 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税后利息 是按照这个年初净负债算 还是用年末净负债算 那我们习惯上就用年末净负债算了 税后的经营净利润有了 税后利息有了 两者之差不就净利润吗 那净利润出来之后怎么样 我们再减去股东权益增加额 那每一年的股权现金流量就出来了 股权限量出来之后怎么样 就折现了 那怎么折现的呢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需要注意一下 看一看我们画一个图 这是2019年 这是2020年 这是2021年 这块呢 是2022年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20年的这个限量 我们可以折现 折到哪呢 折到19年末 对不对 折到这来 那折现的结果多少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吗 1258.86是吧 然后21年这数 怎么样折到这来 折到结果呢 那就是 654.15呗 折现率是10.5对吧 那没办法 就按计算器去呗 是吧 按计算器去呗 这个其实就稍微麻烦点了 是吧 那么22年这个数呢 22年这个数的话 我们同样要把它折到当前来 是不是 那相当于是除以什么呢 一加上 折现率的三次方呗 三期折过去的 然后呢 我们说 把23年机以后的这个限量 我先折到20年年末 那么就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把23年 当作我们后续期的第一年 除以R减G 是吧 送上结果呢 就是我们这块的 42,794.78 然后再把它由22年的折到当前来 再除一个 这个1加上R的三次方 是吧 三期的复理限值吧 得到结果多少呢 这块就是 31719.49 然后纵着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最下的结果嘛 34,366.75就出来了 那么当然 你说我不折二折 我换一种折法 可不可以呢 那现在看 这是2019年 这是2020年 这是2021年 这呢 是2022年 那我们说的 20年这数折到这来 没问题吧 然后21年这数折到这来 没问题是吧 那我把22年 如果当做 后续期的第一年 那就说 把22年 及以后限量 我先折到 21年年末 可不可以呢 那就说 应该是用22年的限量 除以R减G 是吧 那么算到21年之后怎么样 再把它由21年年末 再折到当前来 行不行 我们说 完全可以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折呗 一般情况下呢 在考试的时候 他也不分段问你 说详细预期价值多少啊 后续期价值多少啊 一般来讲的话 他也不会详细问你 这你可以自己列事啊 所以说呢 并不影响最终的这结果啊 没问题的 因为考试看重的是最终结果 中间的过程 人家不关注 在我们这个表的填列里面呢 有些地方如果不太熟悉 你可以参照一下 我们这块的相关说明 这样的话呢 就帮助我们来理解 这个表格里面的相关数据 这就不再赘述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求 计算增资 为乙公司的远股东 和假公司分别带来的净限值是多少 我们说增资呢 给乙公司的远股东带来的净限值 怎么来比较 我们在没有增资之前 那就说按照既定的状态去运营的话 他这块的公司价值多少呢 是8426.25对吧 那么通过增资之后呢 他的经营的策略 经营的战略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企业价值自然就会发生变化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价值里面 其中的30%你要给谁呢 要给这个增资的那个一方 他们不能白给你增资啊 他们要拿走30%的这个价值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我们属于公司原股东的 只有占70%的那部分份额了 那这样的话呢 和他的原有的那个企业价值去比较 相对增加多少呢 增加了15630.48 这是给公司原股东带来的好处 对吧 增资他会得到一种这个收益的 这个价值会增加了 那么对甲公司来讲 带来的竞现多少呢 那么甲公司在增资之后 他拿到是30%的份额 那就意味着整个价值里面 他占30% 那么你拿到这么多价值的话 你是以多大的投入为代价的呢 你是投入了3000万 这样的话呢 两者之差 那不就是你的竞现值吗 所以这种比较呢 应该能理解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要求 判断甲公司增资是否可行 并简要说明理由 那我们说增资呢 给甲公司带来的竞现值 怎么大一点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给他增资3000万 是可行的 结论不就出来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呢 是一家医疗行业的投资机构 你对乙医院呢 进行投资 乙医院是一家盈利性的门诊医院 其营业收入呢 为门诊收入 呃 2020年末 收购其百分之百股权 目前的甲公司已完成 该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你采用呢 实际限量折现法 来估计 以医院的价值 相关的资料如下 看第一个资料 以医院呢 2018年至2020年 主要的草宝表数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营业收入 我们讲的门诊收入嘛 那就是说用这个门诊量 乘上单位的门诊费 两个相乘 得出这个收入来 接下来这个营业成本啊 什么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啊 没有说明的话 只能就是利息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连续三年的 这个数据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边资料 医院呢 近三年 经营营运资本的周转率 以及 静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 我们这块算出来了 你就拿数据可以直接用 是吧 呃 在这里面呢 那你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经营营运资本的周转率 是咋算出来的 他是用这个 营业收入 除以经营营运资本 这个静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 怎么算出来的 他是用营业收入 除以静经营性的长期资产 注意我们在这个 曹布尔分析那一章里面 讲了那么多的操比率 并没有这两个比率的计算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能够怎么样 根据这个营运能力的那些指标 你要会推算出来 你比如说 应收账款周转率 你知道怎么算的吧 是用营业收入 除以应收账款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类推出来 这两个指标 你不也就会算了吗 说总资产周转率 那是用营业收入 除以总资产 说流动资产周转率 是用营业收入 除以流动资产 那你这个 经营业资本周转率 静经营性的 长期资产周转率 你不能说不会算吧 但是我们有些考生 他就不会累推 那这题就得不着分了 接下来 2020年12月31日 以医院长期借款的账面价值 8000万元 这叫金融负债吧 合同的年利率6% 每年复息 无金融资产 和其他的金融负债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怎么样 就这么一项了 没有什么金融资产 那就意味着 你的金融负债和净负债 就是一八千万了 接下来 看第二资料 假公司预测 以医院 2021年 至2022年 门诊量 将在20年的基础上 每年增长6% 那你是不是可以计算出 21年和22年的 门诊量呢 再有 2023年 即以后年度 门诊量 保持22年的水平不变 那就意味着 以后的门诊量就不变了 就不增长了 2021年至2022年 单位的门诊费 在20年基础上 每年增长5% 那你能否算出 21年22年 每年的单位门诊费呢 门诊量有了 单位的门诊费有了 两个一相成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21年22年 每年的 这个门诊收入啊 没问题吧 他说23年 即以后年度 将按照3% 稳定增长 我们说你23年 即以后 门诊量是水平不变 而单位的门诊费 以后稳定在3% 那也就意味着 23年即以后 你的门诊的收入 会以3%的速度 稳定增长吧 不就这意思吗 接下来 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 经营云资本的周转率 净经营性 长期资产周转率 将保持 2018至2020年的 算数平均水平不变 那就意味着 18年19年20年 你得把这些数 都算出来 再算个平均值呗 所有的现金流量 均发生在 年末 时间假设是吧 第三个资料 2020年资本市场的 相问信息 给了三种国债 它的发行的时间 它的发行的时间 期限 票面利率 到期税率 给这干嘛 是呢 让我们来确定 这个无风险利率的 我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来计算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时候 然后政府债券利率 也就是无风险利率怎么确定呢 三年五年十年选长期对吧 选泡面利率还是倒计税率呢 倒计税率 这就OK了 就干这事的 这个当年考这题的时候 我们有同意 又考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了 但是没给无风险利率 他找不着 他找不着你后边都废了 分就没了 是吧 好 接下来 他说医院呢 可比上市公司的信息如下 给了这个平均值 β系数 这个资本结构呢 是净负债与股东权益比 给了个适应率 那这块给了这个资产的β系数 然后这块给了一个净负债与股东权益比 干啥实力啊 注意 这块给的是资产β系数 那就说明什么 你不用卸载了 资产β系数讲的是卸载之后的是吧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根据目标资本结构 直接加载杠杆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可以少算一铺呢 接下来 第四个资料 假设长期借款的市场利率 就等于合同利率 那就意味着我们算资本成本用的是吧 平均风险的股票的报酬率呢 百分之十点六五 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是什么呀 指的就是RM 别给弄错了是吧 哎呀 我们有个同事又错了 把它理解为是RM减击RF去的 注意风险是修饰股票呢 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 如果说是平均股票的风险报酬率 如果风险修饰报酬率 那就是RM减减RF了 这些细节地方 我们在基础版里面都讲过的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呢 25%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 假设以可比上市公司的β资产 它的平均值 作为你医院的目标资本结构 那就意味着要加载杠杆了吧 计算以医院的补权资本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我们去加载杠杆 目标资本结构呢 那就意味着这个负债权益比 是80%对不对 那就说用这个资产资产值成立 一加上负债权益比 乘上一件所得税的税率嘛 那结果来1.6的吧 然后呢 我们采用资本资产地价模型 来确定股权资本成本的时候呢 还得需要确定出来 无风险利率是吧 那我们就采用10年期的 政府债券的倒计收率嘛 OK了 4.4% 从这来 代入资本资产地价模型吧 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段话就没必要写它啊 你就拿来这些用就可以了 我们这块做个说明 是为了我们考生的理解 是吧 接下来呢 计算加轩平均资本成本 是吧 税后的债务成本 然后怎么样 成为债务所占的比重 你说债务所占比重 咋算出来呢 我们这里不是告诉你了吗 净负债股东权益比是80%吗 那么净负债股东权益比是80% 那啥意思啊 净负债股东权益比 这等于80% 那不就是80除以100吗 也就意味着你净负债占80份 股东权益占100份呗 我们有同学竟然这个都 找不到权重 哎呀 这个80% 怎么算权重啊 又丢分了 净负债是80份 股东权100份 磕在一起就180份呗 这个东西如果还不过关的话 就说明你的这个 曹博本分析那块 那些比率你就没明白 我们在技术班里面 关于这种用法我也讲过 又忘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预测呢 2021年及以后年度 以医院 净经营资产占业收入比例 税后的经营净利率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预计呢 呃 我们这里面提到了 他说 用我们前边这几年的一个 什么经营云子们周转率 啊 这个净经营性长期的周转率的 平均值来表示 对吧 那平均值 好算呗 我们前面的一些结果都有了 算平均值 算是平均数吗 经营营运资本周转率的平均值 净经营性长期资产 周转率的平均值是吧 那你注意一下 经营运运资本周转率 就是用这个 营业收入除以经营运资本 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呢 是用营业收入除以 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是吧 取个倒数 取倒数的话 不就意味着是 经营运运资本占收入比 然后呢 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占收入比吗 你两个一求和 你看什么东西 两个一求和 那不就商量是 经营运运资本 加上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占收入比吗 恰好不就是你的 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吗 好了 60% 你看这出来了 这就是指标之间 内在联系 是吧 这个东西如果你没转过来 那这份又丢掉了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税后的经营经历率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18年19年20年是吧 因为三年都算平均数吧 那么18年的时候呢 这个 运营成本 还有这些管理费用 占收入比 我们可以算上 是吧 这是80% 没问题的吧 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再算一下 这些项目金额占收入比 20年再算一下 这些项目占收入比 然后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算平均数 那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这三年的平均数吗 那么这三年平均数 你注意一下 啥意思 说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等等 这些项目占收入比 我们平均数是80% 那另外20%叫啥 另外20%不就相当于是 你的税前经营利润占收入比吗 这个结论我们前面用过几次了 已经是吧 那税前的经营利润占收入比 有了之后 我要算税后的经营利润占收比呢 那不就像那乘上一加八战数吗 而税后的经营经利润占收入比 那不就是税后的经营净利率吗 15%就出来了 OK了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 换一种方法 也可以 你说我把18年19年20年 这三年的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我们都给算出来 没问题吧 都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用他的税后的经营净利润的合计 除以他的收入的合计 这样算行不行呢 也可以 就麻烦点呗 结果也是一样的 也是15% 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怎么样 越简单越好吧 写这么复杂干嘛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求 基于上述结果 计算呢 2021年至2023年 以医院实体限限流量 并采用呢 实体限量的折现法 估计2020年末 以医院的实体价值 把这个过程和结果 填到表格里面去 我们说左边这个项目 这块的天列 属于过程 里边这些表格里面 那就属于结果 也是这些结果的时候 不用写算式啊 就把那结果放上去 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首先这个营业收入 这块不复杂吧 我们这个21年 22年 23年 这里面给了这个门诊量 它的一个增长率 给了单位门诊费的一个增长率 我们是不是可以计算一下 每一年的门诊量 每一年的单位的门诊费 两个一箱乘 不就是你的营业收入 那门诊收入吗 这没问题的吧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你这个营业收入有了 乘上这个税后的经营净利率 我们前面算出来的 你每年的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不就摔了吗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净经营资产是吧 这个净经营资产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前面不是算出来了 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了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营业收入 乘以这个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 那你每年的这个净经营资产 不就摔了吗 这没问题的吧 所以21年 22年 23年就有了 那么20年的这块 净经营资产 这个数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它要根据20年的 这个经营营运资本周转率 和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 去计算 那就是你20年的收入有了 那么你经营运资本周转率有了 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有了 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周转率有了 你是不是可以计算出它的经营运资本 和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算出来的经营运资本 然后呢 加上净经营性的长期资产 得到结果不就是你的净经营资产数吗 这就OK了 你不能按照我们后边那个 说净经营资产占收入比60%不能乍算 因为我们后边21年22年23年 那是用平均数算的 你这个20年这数 你不能用平均数算 是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净经营资产的增加额 净经营资产增加呢 就意味着用年末减年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21年的 22年的和23年 它的净经营资产增加算出来 那要计算这个实力限量的话呢 应该是用这一年的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然后减去这个净经营资产增加呀 算是不就是你的实力限量吗 那折现率有的10%对不对 把这折现叙数放进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折现了 那折现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这块的折现的思路 这个是2020年 这是2021年 这块是2022年 然后这块呢 代表2023年 那我们这块折怎么折的呢 那就说 我们把这个21年的限量 我们折到当前来 是吧 就是20年吧 然后呢 22年的限量 我也折到当前来 是吧 计算两些的复理限值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出这两个结果之后 把它一求和 那就是我们这块的 5365.537吧 然后呢 我们把23年级以后的限量 我先折到哪呢 先折到22年的年末嘛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23年当作 后续期的第一年来看 那么折到22年年末得多少呢 这就相当于是用23年限量除以R减G 对不对 得出结果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 81164.114嘛 然后再把它由22年年末 再计算的当前来 计算个两期的复理限值 那就是我们这一块的 67074.024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把20年年末的这两个追求和 就是5365.537 加上的67074.024 得到结果就是我们下边的数 那当然 你说我折的时候 你说我不这样折 你说我换种思路折行不行 我们说也没问题 这块是20年 这块是2021年 这块是2022年 这块呢是2023年 这块是2023年 然后这块呢是2024年 那好了 那我们折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把21年折到这来 22年折到这来 然后23年我也折到这来 然后怎么样 我把24年当作我们后续期的第一年 那就说 你24年的限运量 它应该等于23年 乘上一个一加增长率 这样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把24年 及以后的限运流量 我们就全折合到23年年末 然后呢 再有23年末 再折到当前来 这种执法可不可以呢 我们说完全可以 得出最终结论怎么样 也都是相同的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在考试的时候 你这两种折现的思路 那就看你自己喜欢用哪个 就用哪个 那我们在整个的天标里面 有些数据如果不晓得怎么来的 我们可以查阅一下 这块的相关说明 这块就不再赘述了 这里面我们有些数据都做个说明 是吧 方便我们理解 另外呢 这一块呢 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折现的时候呢 它的另外一种折现的方式 结合我们刚才的图形 也没问题的吧 所以说我们这两种折的思路 都是完全可以 我们最终那个结果呢 也没问题 稍微有一点小度不差 那都是允许出现的 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要求 假设呢 以医院净负债 按照2020年年末的账面价值计算 估计呢 2020年末以医院的股权价值 那股权价值就是用我们刚才算说的吗 那个实际价值 减去这个净负债价值吗 减去这个净负债价值就OK了 净负债价值这是八千万 算出股权价值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五个要求 采用市盈率法 计算呢 2020年末的 医院的股权价值 给了可比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为15倍 然后呢 我们这块20年的时候的净利润给出来了 是4428万 那两个相乘不就可以了吗 考了一个相对价值评估模型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形式 不需要什么修正问题是吧 但是我们这个呢 有些考生也丢分了 为啥呢 因为在他脑子里面 我们只计算每股的股权价值 用每股收益 通常市盈率 然后找来找去 找不着每股收益 换一种问法 算个总的股权价值 就不会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训义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灵活一点啊 千万不要盲目的死即应备那些公事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六个要求 简要说明 企业价值评估中 市盈率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的主要区别 我们说市盈率法 这是属于相对价值评估模型的运用 那你评估的结果呢 你讲什么 那是一个相对价值 是相对谁呢 是相对科比公司来说的 这个现金流量折现法呢 它是要对这个目标公司 未来的现金流量去折现 然后来计算股权价值 这时候所计算的股权价值什么 是指的内在价值 所以说你这个题 你不管怎么说 相对价值四个字得有 内在价值四个字得有 OK了中间的都没什么用 这就是我们讲的关键词是吧 必须存在才可以 好了 那到这的话呢 我们这个专题呢 就告一段落了是吧 这个专题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几乎呢 主关题年年都会考我们 可以放到计算分析题里面 也可以放到最后的中央题里面 基本上说设计的这点呢 我们在这个专题里面都已经设计到了 下来的时候怎么样 还是希望各位考生 这个打好基础知识 这个千万不能够眼高手机 这个基础扎实了 不管这个点怎么考我们 都能够盈护运用 你如果平时总想玩那些高大上东西 最基础的东西没把握住 这个分丢的也是 应该说是比较惨 好了 这个希望各位听老贾的话 是吧 认认真真的 扎扎实实的 基础掌握好了 拿一两道题练一练就足以 好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考生来听老贾讲财务 那我们下个专题再见 好 谢谢各位同学